现在好像是这种情况 美国的媒体啊 现在每出一篇这个报道啊 都在测试的民众的智商 好像啊 每篇报道啊 都是一篇智力测试题一样啊 这个人傻钱多的人呢 那就很容易啊 很容易就被媒体啊 带着风向走 很少数的啊 这个明白人呢 有独立思考的人呢 就会提出问题 那当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啊 实际上就把这个媒体带的风向啊 就把他们的遮丑布给掀开了 那现在我们发现美国民众当中啊 大多数的智商并不是很高的 因为智商高的有没有啊 有啊 包括那些媒体啊 都有带风向报道的那些媒体 都是啊 智商蛮高的 但是啊 他们很坏啊 跟这个政客结合在一起 那对于政客来讲 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实际上这个 马克图恩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大作家 在一百多年前呢 就跟美国政客啊 已经定性了 他说美国国会里边 一半啊 狗表子养的 你看咱举几个例子啊 就是前不久 就是2月10号那天 就是CNN呢 有一篇报道 你看像美国媒体啊 很多这个大媒体 像华盛顿邮报啊 纽约时报啊 包括CNN 最近一段时间呢 都这个热炒这个大气球的事 那CNN在2月10号报道说什么呢 说美国早就啊 这个有一种新的办法 这种新的办法啊 就是啊 跟踪中国的这个啊 侦测气球 开始呢 说中国的气球 叫做spy balloon啊 这个间谍气球 后来改口了 叫做surveillance啊 气球 那早就有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啊 CNN的报道说呢 说去年 也就2022年啊 有了一种新方法 专门能够追踪中国的气球 那所以呢 拜登上任之后啊 就用这种新的方法啊 这个追踪到啊 至少一次啊 中国的这个气球 那让他飘走了 让他飘走了 这个本身呢 就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 看见了 让他飘走了 第二个呢 是没打下来 第三个含义呢 就是他无害嘛 而且啊 没完呢啊 CNN的这篇报道说呢 说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啊 就用这种新方法啊 就追踪过至少三次啊 中国的气球 飘过美国的上空 那眼见的网友啊 就提问题了 你CNN的报道 不是说这个 早就有这种新方法 而且是2022年嘛 那故且不说 这篇报道 是怎么带风向 带节奏的啊 这篇报道的本身 这个说法本身 他就不能自言其说 他就漏洞百出 第一个 你既然说是啊 是2022年的一种新方法 那你怎么说 特朗普的时候 就已经用这个新方法啊 这个追踪到中国气球了 特朗普可不是说去年 去年才下台的啊 而且拜登在台上 已经两年多了 所以很显然啊 CNN的这篇报道的话 自己就强好矛盾 第二点啊 这次啊 打下来的这个气球啊 是不是用这种新方法 追踪到的 如果是用这种新方法 追踪到的话 那你是什么时候 追踪到的 什么时候发现的 为什么发现了之后 不通告 而且让他一直在那 飘啊飘啊 从阿拉斯加 飘到加拿大 完了又从加拿大呢 往下飘 往南飘 飘到摩拿拿的上空 飘到摩拿拿上空还不算 还要一直让他飘 从西到东 一直飘过了整个的美洲大陆 第三点啊 就是对用这个F22战机啊 用响尾舌飞弹 把这个气球打下来 那打下来这个气球是有害的吗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他有害的 那如果认定是有害的 为什么不早打下来 那如果是无害的 为什么要花那是人那么多钱 那么大动干戈 兴师动众的 不但兴师动众的打下来啊 最后还要从海上捞下来 又玩了一个海底捞 你看 就是说了一次谎之后啊 还得继续说谎 用更多的谎话呢 来圆这个谎 所以啊 这个谎和谎话之间就接不上茬了 因为开始说呢 只是一个间谍气球 后来改口说是侦测气球 不管是间谍气球还是侦测气球 有什么证据啊 说它是这个 有监控功能的 那现在官方的说法呢 说是里边有照相装置 除了太阳能板 还有什么数据传输功能 那网友就问了 如果要单凭这两点 就是说啊 它是这个侦测气球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啊 老百姓啊 用的这个手机 您说的那个功能啊都有 而且呢 功能比那个还全 你看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智能手机 不得那个打电话 接电话 还有很多功能呢 我看股票 我看新闻 我数据传输 像华人圈里边还有什么微信 那美国当地的年轻人的朋友 还玩抖音 又可以拍照 又可以视频 对吧 当然还有数据传输 那这些功能不比那个气球上的多吗 第四点啊 CNN说呢 这个新方法是追踪中国气球的 那网友就问 你是专门追踪中国气球的吗 还是说追踪所有气球的 你既然说是追踪中国气球的话呢 这里边就要一个辨识功能 辨识什么呢 辨识国别 也就是说你只追踪中国的气球 你不追踪其他国家的气球 因为现在咱知道啊 这个气球啊 放弃像气球的国家 可不止中国一个 那你只追踪中国的气球 是不是其他国家就放它一马 让它漂流 再有 你怎么辨识这是中国的气球 它上面有没有写着Made in China 如果它没有写着Made in China 你怎么辨识 说这个就是中国的气球 那个不是中国的气球呢 第五点啊 你现在只辨别出国别来了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辨识气球的最大的功能 应该啊 能够辨识它是有害的还是无害的 你放了那个主要的功能 不去辨识 你辨识去国别 你去辨识国别 这一点就让人非一所思了 那好啊 即便说是能够辨识国别 好 那第一个气球打下来了 这几天不是打下来好几个了吗 而且打下来的其他的那几个气球的话呢 现在又不表明说是 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 你不是有追踪这个中国气球的这个新的方法吗 那你在辨识啊 是不是中国气球之前为什么建了气球就打 你打下来的那支气球 万一是盟友的呢 万一是美国自己的呢 要是自己的话 你肯定认为啊 那是无害的 为什么把无害的气球要打下来 那不是浪费钱吗 另外打下来的那几个气球啊 有没有分析一下 有没有去捞这个残骸 有没有再来几次海底捞 看看里边是有害的还是无害的 看看里边是不是 也有这个叫什么 照相功能 还有什么 数据传输功能 第六点啊 有记者问啊 不是 前一段时间说是啊 说探测到中国啊 啊 这个啊 飘的气球 在天上飘的气球啊 啊 是在有四十个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啊 他们的上空啊 飘浮过啊 啊 那记者就问了啊 啊 说除了美国之外 你像三十九个国家都通报了这件事 而且你通报的内容呢 说是啊 中国的气球在监测你们 那么好 我们美国有没有监测这些国家 包括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没有监测这些国家的话 你怎么知道啊 这些气球是在监测那些国家呢 被问的这个官员啊 是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啊 叫做普莱斯 普莱斯的话呢 一时语色啊 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第七点啊 是最扯的啊 这个美国最近宣布呢 就是说因为发现了中国的气球 怎么怎么样啊 完了这个就调查 说是中国的有六家企业 包括一个研究所 都跟这个气球有关 所以呢要制裁这六家企业啊 包括那个研究所 这六家被美国制裁的中国的企业 包括一个研究所是什么呢 叫做北京南疆空天科技 这是公司应该是啊 还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48研究所 还有一个是东莞凌空摇杆科技 还有什么英文航空科技 还有广州天海祥 航空科技 还有一个山西英门航空科技 另外啊 就是打下来的那个气球啊 说里面有什么 自毁装置啊 自爆装置 哎 这点挺扯的 为什么他有自毁装置的话 在打下来之前 他不自毁啊 那网友就问啊 气球惹着你了 故且不说气球惹着你了 还是说这个美国人呢 惹这个气球了 就算那个气球惹着你了 那这个那个生产企业有什么关系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话 比如说美国啊 现在整天有这个枪击案 整天死人 那按照这个思路走的话 是不是应该啊 这个制裁 这个制造枪支的那些厂家 所以你看啊 像这种啊 这个媒体的报道啊 整天啊 给我们这个致力测验题 就测试着美国民众啊 这个智商到底怎么样 所以现在呢 还是这种情况啊 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啊 还在每天啊 这个出一篇一篇的报道 还在炒作一个一个的啊 这种新鲜事 那实际上呢 等于是这些啊 这些媒体啊 整天在陪着民众啊 玩这个智力测试游戏